我的名字叫Yogini 然后我来自中国 我现在在泰国的Tantra Movement School 然后我们最近刚刚结束了一个课程 它是关于如何去进行弹催的按摩的 因为我接触过弹催有过一段时间 在我21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弹催的课程 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七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去练习 然后不断地去感受 我觉得弹催它其实并不像很多人认识的那样 会对它造成一个误解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去爱别人 如何去接受爱 关于这个我在这里学习过的弹催的按摩课程 其实更多的它是处在一个接受与给予的一个状态 它能让你更好的去教你怎么样 更好的去碰触别人 以及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了解别人的身体 了解它和我们之间的一个界限 它能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了解 如何该跟别人接触 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课程 也是一个很好的有助于亲密关系的 然后有助于家庭关系的一个课程 我觉得在这个课程上面 我学习到最多的就是了解自己的界限 然后不断地从过程中去看到自己的局限 看到自己曾经的创伤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团体它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能够支持你去敞开 支持你每一天去突破自己的局限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可能就是 我发现了更内在的我 以及看到了自己的一些过去的创伤 然后去学会怎么样让自己更多地打开 因为像谭翠的课程 它始终它是关于爱与被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更加爱自己了 然后我能更加地爱别人 然后同时也了解到更多关于自己内在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对我最有帮助的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对谭翠有一个误解 认为它可能是在 就是它另外的东西 其实他们说的很多东西都不是谭翠 谭翠它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生活状态 它是让你不要往左 我也不要往右 它是找到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是结合好的和坏的 那么 它就是一种突破二元性的一种哲学状态 那么它不排斥所有我们认为 就是我们社会认为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性啊 然后一些 其他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 那么它是结合了所有这些东西 来让我们更多的灵性提升 所以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一些谭翠的workshop 这样可以让你们以更开放性的眼界 去看待这个事情 然后不要再对它有所误解 谢谢 谢谢